嗨 大家好 我是初日診所的文欣醫師 然後呢 我已經上了教練課大概快半年了 雖然沒有很認真 但是我之前都沒有自己來過健身房 這次總算是突破新房的自己來了 對 那今天可能會看到我自己做一些動作 然後不知道我教練看喔 會覺得心滿意足還是覺得很生氣都做錯 好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有突破新房的來了 就已經成功了 好 那第一台我馬上就要來做的是這個 算是練腹部的吧 我沒講錯吧 捲腹 對 因為我的腹肌最弱 所以呢 我為了怕我等一下就是 沒耐心跟沒體力就是做到這一台 我一開始就先來做 哈哈哈 等一下做不到 好 它其實這就 上去這還蠻簡單的 我覺得這台腹肌已經是所有腹肌裡面算是 蠻 蠻親切的了 比較好入手的 對 所以很推薦就是新手來做這個 以前的這種認知就是停留在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體重體質超級重 那你先不一定要中序 你就先做減肢就好 類似這樣子 對 就是如果今天一個學員來減肥 他跟我說他馬上想要報名教練客戶 我甚至可能會有跟他說 這個錢你可以先省下來 因為你現在可能還不一定需要 對 可是現在我聽到這樣的話 我會非常的鼓勵他說 喔 很好 那你就搭配我們的飲食 你現在開始去 因為我覺得重訓 當然重訓我們的既定觀念是 它一定是有一個增肌的效果 對 可是在減脂的時候 你有做重訓可以最大保留 你的肌肉的質量 那這個是在 眾多的減脂方式中 是最好的可以保留肌肉的方法 對 所以當你同時在減脂 那你有在重訓的時候 對我們幫你再調整營養的醫師跟營養師來講 其實對我們來說反而是更輕鬆的 因為我們不用怕你減掉太多肌肉 你可以做維持 14 15 好 先做這樣一組休息30秒 大概預計是做三組 當然我們都很希望可以至少兩練啦 我覺得其實一個部位一個禮拜至少兩練 是比較有效果的 對 但是如果一開始時間真的沒有辦法這麼充裕 然後你又是新手 其實這樣子慢慢起來就夠 然後像現在我終於可以自己進健身房做器材 自然而然未來的頻率就會比較增加 因為你就可以自己找自己的彈性的時間 不一定要跟教練有約到這樣子 關鍵點 第一個是我真的太久沒練了 然後覺得不行 我好不容易有一點點成果 就力量的感覺 第二個其實就是 我覺得大家都很能接受女生 或是自己的人在健身房運動 其實不再是那種很奇怪的事情 再加上過去幾次在建功裡面訓練的感覺 就是 有一個很貼心的是有一個女性專區嘛 對 所以就真的覺得很不自在的時候 躲在裡面也覺得蠻安心的 那第二個是說在跟著教練練的過程中 我發現自己來練的人 其實也沒有像我想像中的 哇一定要做到很怎樣 對 我就想了那幾個畫面之後 我就覺得應該也沒那麼難 對 然後 然後就是 就是我就挑了一個心情舒爽的 一個假日晚上 然後還想說如果我來運動 然後狀況不好 也沒關係 我還可以去心意去逛街 對 還幫自己想了很多後路這樣的 對 對 但實際上 就真的練得也還蠻不錯 蠻開心的 像我家人就是會給我很多的指教 因為家人其實一定是對你最好 所以會最仔細的評估你哪邊還要更好的人 所以 他們很少說什麼 欸 你最近很瘦啊 身材很好 很少講這種話 對 但是 欸 真的有一次我穿了緊身褲晃來晃去的時候 竟然就被說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那其實我沒有變瘦 我的體重還變重了 對啊 但就很開心 我就覺得欸 那真的是我的體態有變好 對 因為重量是變重的 可是人看起來是好看的 對 所以我就很開心這件事 就讓我更有動力覺得說 可以可以 我可以再多來幾次自己練這樣子 因為它是我第一堂課 教練帶我做的第一台機器 所以我對它特別有好感 我不太確定我要弄多少欸 我先試試看喔 這台機器好像有兩種做法 大部分人是這樣靠著啦 可是教練教我說 如果要喚醒臀肌的感覺 更有感的話 他會教我就是往前一點這樣子 好 欸 這個好 其實治療症很多它 營養先補起來的時候 他的肌肉質量看起來會先變多一點 因為他原本是不夠的 問題是變多之後沒有力氣啊 而我們都知道在生活功能上面 其實力氣是最重要 我們不會看到一個老人 或是看到一個病人 你馬上顯示他的 in body的體脂跟肌肉 你會看他功能好不好嗎 對 所以吃上來還不夠 就是訓練部分其實還很好 所以其實像居家照護這一塊 如果行有餘力 他們是可以出來做的 我就很建議他們的孩子 有些孩子其實已經退休了 對 陪爸爸媽媽來找教練做工具 我覺得是投資 CP值很高的一種投資 與其你在媽媽媽那邊買一堆營養品 對 對 所以大概獨群上來講 我覺得來這邊 然後從這邊得到一些知識 然後回饋給病人 跟我自己親身的感覺 我覺得會蠻有幫忙的 我覺得在訓練的時候要去想著你的目標肌肉 跟他對話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好像去想他 他才真的會出力耶 如果你在想別的事情的話 有可能就會用到別的肌群 像這一台啊 有時候不小心就是會 大腿的力量會用太多 然後就沒有感覺到 這個臀的力量這樣子 對 所以 你看我是一個認真的 雖然我沒有太長來練 好 我再稍微動一點看看 一般我還是會希望可以做至少 至少12下 好 覺得差不多了 剛剛我很喜歡這一台還有一個原因是 可以偷偷觀察 對 像這邊一些很進階的就會想要去嘗試 可是自己還是會有點擔心 就會偷看一下別人怎麼弄 就多嘗試看看吧 其實有時候重訓 相對其他的項目來講是有一點無聊啦 對 那我覺得就要在無聊裡面找一些變化 雖然說基本的這些非常重要還是要做 對 但是其他其實有一點變化你會 會更容易持久 對 然後也會 可以去test一下自己的能力到哪裡這樣子 我覺得尤其是女生非常怕吃碳水化合 對 那 碳水基本上如果你今天都沒什麼在運動 你就只是吃 你就躺在那邊 好 他就會往脂肪的方向走 這是毫無庸置疑的 你既然已經在運動了 你對碳水的沉睡量一定是往上 但是往上到多少 你要自己去測試 你要自己去測試 那我都不知道的話 我們一般就是很直覺式的 你就健身之後 你可以攝取大概一個拳頭左右的碳水 因為健身之後你的肝糖消耗嘛 所以你可以快速的回補一些糖分 好 那這邊的碳水的話 當然有時候就會問說 那是不是有分好的碳水啦 不好的碳水 當然一定有 就是好的原型食物嘛 不好的就是精緻澱粉 欸 可是我倒會鼓勵我們的 就是 女性朋友們 對 因為你說你永遠都只吃很乾淨的碳水 其實你還是有那個口譽嘛 健身之後就是你吃那些不乾淨的碳水 最好的時候 對 所以我自己最喜歡就是健身完之後 先喝一杯很乾淨的高蛋白 然後我已經有蛋白質了 然後我就會想 這一半想要吃肉粿酒 對 那其實當然那個碳水量是有點超過的 對 可是對我而言 這個就是我重訓的一個 對我自己身體的回困 對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適度的把 你想吃的碳水跟身體需要的碳水 放在你的生活當中 那如果像你重訓的頻率跟我一樣是那麼低的 那你的碳水的比例就不需要 碳水的頻率就不用那麼多 我可能就會在健身的當天或是隔天 才會有比較多的碳水的補充 因為我身體需要修復 我覺得自己練還好 因為自己練畢竟還是會偷懶 對 但是要約教練課的時候 要來上課前都 對 內心就是有一股洶湧 哇 今天不知道會多累這樣 對 但其實練完都是舒服的啊 對 是都還好 對 有了幾次經驗之後就會知道說 不會不會 結果都是好的不用擔心 像我們現在雖然在鼓勵大家說 接觸重訓 然後了解重訓的好處 但是 要跟大家說的是 並不是一定要重訓才最厲害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跟上這個重訓的潮流 好像就很low 很怎麼樣 沒有 如果你現在你有任何喜歡的運動 然後你想開始嘗試 只要有 就已經踏出第一步了 對 然後先從有開始一點一滴的 當你有一天你真的覺得 你準備好可以來嘗試這個的時候 那就 機會都是給準備好的人 不瞞大家說我以前呢 餵母奶 餵了大概 就兩胎嘛 其實餵到第二個小孩快三歲 所以有一陣子我對我的這個 線條非常的沒有自信 因為它就是會吹下去 對 看來很囊囊這樣 對 可是我覺得有 就是做這種 因為我在家裡有時候 可能也會徒手做一些 盡量去用到我的胸的做伏地提升 對 然後來這邊練這個 欸 就會漸漸的發現 好像這邊比較有力量以後 胸肢的線條就會比較挺一點 那這台機器的話 就是它要調個高度啦 就是這邊有個調高度 這種調高度的機器 真的是對我真的很大的障礙 就會很怕說 我這樣調的是對的嗎 然後按了之後怎麼沒反應 然後就你用內心一堆always 對 然後他說 算了算了不要做這台好了 就默默的飄走 然後換其他不需要調高度的 對 可是真的其實多試幾次之後 就還好了啦 對 然後真的做錯也沒人發現 真的 不要受傷就好 我們人生很多階段都會有這種事情啊 你如果今天突然 Case很多壓力很大 或是家裡自己 家裡或是自己有一些 有一些健康的狀況你需要去處理的 你一定會有沒辦法運動的時候 對 那其實這個時候就是 知道我自己現在沒有辦法在運動上面做進步 那我們就先從臨時來調整的第一個 那第二個其實慢慢的如果有一些重訓 或是有教練帶的經驗齁 你在家裡其實是很有辦法做居家訓練的 對 其實這越來越不是一件難事啦 你有一些簡單的啞鈴啊 彈力神啊 就厲害一點的買個狐狸還是什麼 對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有 都有機會在居家裡邊做一些 就做一些運動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倒不需要太放在心上 對 那至於像 除了這個去年這種隔離三級的時候 像近期是很多人確診 那確診的時候其實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他沒什麼食慾 所以幾乎沒有吃的狀況體重也掉了 我自己在確診的時候體重也掉了兩公斤 然後裡面有一部分是水分 就呈現在Inbody上是水分跟肌肉 然後我就超級緊張了 我就想說天啊 我的肌肉掉光光了 對 然後就好傷心這樣子 對 但是 欸 其實後來正常吃 這麼練 它其實又回來了 對啊 所以這個經驗也告訴我 有時候你不用太擔心說 我覺得現在因為大家畢竟很喜歡兩嬰Body 很普及嘛 就稍微看到那個肌肉掉一點 就開始很焦慮 完蛋了 我肌肉掉光了 哪有那麼容易 其實也沒到你想像成那樣 它增加很難 它掉 其實除非真的很大 很久的一個很不良的飲食 或生活習慣 短期間都是水分啊 其實真的都是水分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時候也不要太care 是不是說 欸 我突然間多一點少一點這個 你就重新回到你原本的步調 遇到任何的狀況的時候 都是重新回到自己的步調 慢慢的在調整 慢慢的在加油 啊 就算慢一點又怎麼樣 總是會達到目標的啊 對 對 就不用太擔心 好 好 那麼這個呢 應該是練背的 欸 我真的看到這個 會不會背部會拿罵做我的亂說 可能是因為我在做這一台的時候呢 教練都給我很正向的鼓勵 所以我就自以為我做得很好 對 然後再加上回去 隔天我會感覺到背部肌肉的痠痛 所以我就會覺得我有做對 嘿嘿嘿嘿 嘿嘿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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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吃鮮醬給它拉下來 來 如果你今天要增肌 增肌你的體重勢必會往上一點 對 你要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對 很多女生就是她一開始可能想不到 因為沒有人告訴她 都不能怪她 對 就是說我要從55瘦到50 然後我又要增肌減脂 就是 那當然我們會跟她說 新手可能你認真練師會有一個這個蜜月期 對 可是到有點中後段 你就要知道你在增肌它就是會變重 你不能再執著在體重計上說我就是要50 那你要接受那個體重往上 而那個往上對你是好的 你從鏡子裡面會看到這個變化 那你不要怕吃多 你只要吃對的東西 那你有在練 你的營養就會往對的方向生長 對 那你不要說 我不但練得很少 然後我又不敢吃 然後我又很怕我體重上去 然後結果你來跟我說 我怎麼練了半年我都沒有增加什麼東西 因為你全部都沒有了 你都沒有辦法克服你的心房 你都沒有辦法去吃多 去練多 然後去增加你的碳水 讓你的身體需要 或是增加你的蛋白質 你都不敢啊 那當然你只好 你的身體只好體質在這裡 對 所以有時候其實你要放開你的心房 欸 這樣是正確的 我可以容許這些體重增加 可是它會帶來好的改變 對 如果你跟我一樣 以前是一個很害怕踏入健身房重訓的人 那你現在看到我這樣子一個新手 一開始跌跌撞撞 都還沒有很厲害的情況下 你一定會覺得你也可以 那不管是在運動 或是健康的飲食上面 其實你要達到一個好的健康 以及未來維持良好的體態 這兩個東西它一定是相輔相成的 那也許有時候你的時間狀況不允許的時候 你會偏重飲食多一點 或是偏重運動多一點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重要的是 慢慢來 要有耐心 最快的方式 其實就是慢慢來 因為有時候你用很極速很極端的方式 然後拼著壓力讓自己達到某一個目標 但是你的身體卻承受不了的時候 反而是哇 全部都抱彈回來 對 所以不管怎麼樣 只要你現在慢慢一點一點的累積 然後走在這條道路上面 你把它想成就像這一段旅程 是未來都要跟著你的 你就走在這個健康的路上 而每一個階段的自己 你都會看到不同自己的風景 那祝福大家 就是跟我一起開始走在這條路上 然後也跟我分享你們的進步或是心路歷程 讓我們鼓勵更多的人一起走在這條路上 謝謝 欸 不要小看真的拿槓片 拿槓片我覺得 也是個障礙 障礙怎麼那麼多 因為我曾經試圖拿槓片 然後它卡住巴不下來 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姿勢是OK的嗎 是